其實應該是每次去巴黎的時候 幾乎都是陰天或者是下雨天 所以我在我的印象當中 就是巴黎想像空間裡面 巴黎其實就是灰蒙蒙的 然後不是有太陽那種的那個城市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因為其實拍的時候其實很孤獨的 其實一個人就是走在那一個 在異國裡面 想要抓這些東西 有時候就是說 其實你到那個空間 你也沒有特意去想什麼 你可能就是當下的心情 然後覺得這個時刻對了 那其實你就把快門按下去而已 我們這次展覽的其中一個標題是 簡單從來都不簡單 為什麼我會被這些照片所吸引 是因為其實我覺得我非常喜歡 就是沒有過度修飾過的東西 然後是一個非常自然 非常就是因為我覺得說很多東西 最美的是在它原來的樣子 那我覺得這些照片是表現它們原來的樣子 沒有過度的就是把它frame好 或者是說這腳一定要對直 或者說我一定要等人怎麼樣了 它真的就是一個瞬間的moment 我在手之歌的作品裡面 我可以看到說 這些畫面其實看起來是非常隨性的 也許你可能去逛巴黎 然後想說我也可以拍這樣子的街景啊 但是真的不一樣 是因為工作經驗的累積 所以可以去capture到那個moment 看似簡單 但是一點都不簡單